台中有民众直击 一群小孩 在公园的溜滑梯邮居玩耍 其中一个居然爬到邮居的最顶端 甚至站在上面 跟下面的孩子玩街球 附近民众说 小朋友开心传球闻到忘我 竟然还站起来 旁边的孩子也想模仿爬上去 但没成功 危险攀爬在台中南区 公园内设施都有设置警示牌 需要家长陪通才能玩耍 但是发影片只看到三名孩子 并没有其他大人在场 疑似是附近社区的住户 家长没有陪通 爬到邮居的最高点玩耍 危险行为被拍下来 也引来踏发 这个不是你家 穿着白色小背心的女子 讲话语无伦次 根本没人能听懂 18月晚间8点 台中警方接获雾主通报 说自己家里竟然出现陌生女子 还赤裸上身 屋主站在家门口 惊慌失措 生怕身旁女友误会 只好报警求救 严谨到场后 立刻请屋内女子穿好衣服 经过了解 原来女子就住在下面一层楼 但精神恍惚相当诡异 甚至在严谨一番说明后 女子才意识到自己根本走错房间 严谨意外在女子房里 发现一包K他命码上 将人带回派出所 没想到当原警拿纸杯 要给他验尿时 还没完全清醒的女子 竟逃出千人纸钞 放进杯子 根本把原警当成酒店公关 让原警超傻眼 台东县消防局22日下午接获通报 进水银谷道 有来自屏东的 20人登山团体 遭蜜蜂攻击 共3人被遮伤 消防局大午大队 当晚入山 发现趴在地上的红南 被大量虎头蜂遮伤 目测全身至少有30多处伤口 情况相当严重 当场先打三只强心剂后 生命迹象 恢复稳定 但送至大午卫生所治疗时 突然又情况不稳 转至马街医院后 抢救不治 领队邱小姐 说明事发经过 遭丁的40岁红南 也是领队之一 因不乏较快 到了某转弯处 率先发现 有攻击人的蜜蜂 在现场介护 并叫其他团员 赶快往上跑 因此被严重遮伤 向导前往查看发现 弘南身上仍有许多蜜蜂 赶紧打119报案 经过一小时 众人都去关心 生怕他失去意识 不断与他对话 发现他翻动身体 且有反应 终于等到搜救队 很感谢 也很抱歉 动用社会资源 而稍早证实 该团是立委中嘉宾 屏东服务处 举办的志工团登山活动 而该名不治者 是服务处人员 中嘉宾 屏东服务处表示 昨日发生的野风攻击意外事件 虽然学员全体平安返家 但是带领活动的服务处同仁 却在送医急救后 宣告不治 令人非常难过与不舍 家人第一时间 已赶往台东 马街医院 将全力协助处理善后事宜